大家好 你们知道养玉树啊 最糟心的事是什么吗 其实最糟心的就是你好不容易了把它养成了一个脑装盆景 但是这个玉树啊 突然空心烂心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玉树空心烂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根系腐烂了 但是你没有及时发现 没有及时处理 时间久了 它就会了往上延伸 然后呢 这个脑装啊 就会出现烂心了 但是这个玉树啊 烂根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盆土啊 长期板结没有更换盆土 然后浇水的时候呢 盆土不透气 就会把根系给呕伤呕烂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浇水不合理 然后导致它烂根 所以想要预防这个玉树啊 烂心空心 我们就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 首先第一个就一定要定期给玉树啊 更换盆土 一般的话呢 我们是要求啊 大家了一年更换一次盆土 当然了 最迟最迟也要两年更换一次盆土才可以 如果呢 是天气特别寒冷啊 或是一些条件 的限制导致不能够换盆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合理的浇水 然后呢 多给它吃一点有机肥 让盆土了能够疏松透气一点 这样才不容易积水烂根 那么第二个就是浇水要合理了 我们给玉树养护的时候啊 浇水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不干不浇 浇折浇透 浇水如果不合理啊 很容易导致它的根系啊 出现 哦 那根 烂根 腐烂的情况 所以呢 预防预树啊 烂星空星 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解决 那么预树呢 它的脑装啊 才能长得更结实 而且啊 长得更健壮更旺盛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